这一次,我想换一种方式去旅行 这一次,我没有做太多规划 抱着一种坦然接受未知世界的心情 独自一人飞往目的地,破斯 我想知道,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里 漫无目的地流浪,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在到达破斯的那天傍晚,天空阴雨连灭 我一个人漫步在街头,与散散凉凉的行人擦肩而过 这里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 作为一个无人注意的旁观者 就好像树立了与这世间的羁绊 所感受到的是孤独的自由 后面几天,我随心而悠闲地度过 去州立图书馆的广场喂鸽子 在市中心的街角喝着咖啡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去天鹅湖边的书莹下,尽情地看书 在国王公园里的草坪上,躺一个下午 我放下对所思的想法,放下曾经的一些执念 全身心地去尼斯,去感受,去观察 无论花草,树木,动物,人类 或是更抽象的情绪,精神,思想 这个过程给我带来了一种内心的平静 一种心满意足的平静 在除夕夜,去新认识的朋友家吃年夜饭 那是我第五次没有在家过年了 这次,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和一群陌生人跨年 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 情人节那天,和朋友去伊丽莎白岗散步 桥上有很多来往的情侣 朋友说,这是拍摄素材的好机会 于是,我征求了那些情侣的同意后 用相机去留住 他们死伤独一无二的美好瞬间 这是疑似意外的拍摄经历 也是疑似很奇妙的体验 离开BOSS的前一天 我去了Fremendo小镇 天色微微向晚 天空飘着懒洋洋的云彩 耳旁的掏声续雨 像是永远都不会停歇 我坐在沙滩上 望着西边的海平线发呆 面对着大海 总是很容易让人回收集那些被彻跌的往事 疑惑和唤起对未来的焦虑 我想我在澳洲的这个人生阶段 就像那渐渐沉寂的天色 快要接近尾声了 但似乎用了以新的方式 去打开另一片浩瀚的星辰大海 虽然还未完全确定新的航向 但是我知道 只要去做 去尝试 总会收获到 新的风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